字幕提供 會被這個門鈴聲嚇醒 忙碌的話 一個晚上會被嚇醒七八次 通常我自己上班 會把工作環境都清潔過一遍 要看這個月所有的X光片 眼睛大概又要瞎了 如果一天的開始 是從12點開始算的話 我通常會像這樣子開啟我的一天 沒錯 會被這個門鈴聲嚇醒 門鈴響了 如果運氣好還沒睡著 就不會被嚇到 如果熟睡了 往往會被嚇到 彈起來幫病人做檢查 有沒有看 病人來了 病人又來了 忙碌的話 一個晚上會被嚇醒七八次 當然 也有機會會是 開開心心的平安夜 就是都沒有病人的意思 我已經算非常輕鬆了 在偏鄉的小醫院工作 如果是都市裡面的醫學中心 那根本沒辦法跟我一樣躺下來休息 整夜不睡覺 都是家常便飯 對 對 我在上班 是一個放射師的大夜班 是一個放射師的大夜班 這個 就是我一天的開始 雖然這裡現在這種量都沒有 但其實現在時間已經是 3點43分了 凌晨 你們大家可能都還在睡覺 我才剛做完病人回來 我還把大家 我還要4個多小時才能下班 像這樣子 不斷的仰臥起做到6點50分 我會變到這種叫醒 簡單的梳洗 喝口水之後 7點到8點 是輪到我站在醫院門口 幫病人量體溫的時段 你沒聽錯 大家會輪流站在門口一小時 就為了 量體溫 就因為這個該死的疫情 除了自己工作的業務 大家又增加了很多 不是自己工作的業務部分 也因為多了這個站桿的任務 讓我多了很多跟民眾上將 不是 是跟民眾溝通的機會 在醫院不只會跟病人接觸 同事之間的享受 沒有 非常非常的融洽 工作才會開心 像今天 我在站桿的空檔 就特地來關心 上掛號嗆下掛號學妹 讓他們也能夠開開心心 可以啊 我可以看到那個 他的動態以前 哪一個動態 全部都很好笑 全部都很好笑 這個 你再給我這樣比試看看 繼續啊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丟臉了 時間早上 8點 下班了 現在還在下雨了 每天下班 第一個挑戰就是 開45到55分鐘我車回家 Google Map上面的距離 是55公里 不知道有沒有人的通勤距離 跟時間 比我還要長呢 通常 買早上不在9點10分左右到家 今天是買最近我們家 蠻愛吃的海苔飯捲 回來囉 我會悠閒的看個新聞 吃個剛買的早餐 吃個剛買的早餐 吃完早餐呢 我就會換個衣服 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時間 我也不會閒著 像今天 就是拿來打這支影片的旁白 也就是你們現在聽到的這個 平常這個時間 我會拿來打打電動 見見影片 或者是打打文案 不一定 看我的心情 這個時間 不會太長 通常就一個小時左右 10點多一點 我就差不多要出門運動 我出門運動的裝備 就只有 銀錢包 水 還有一些營養品 再加上一雙運動鞋 今天雨稍微 真的太棒了 有淋雨健身囉 我通常會在健身房待1到1.5個小時 那今天是練背 跟額頭 我很喜歡健身房的原因是 這裡可以讓我很徹底的舒壓 我可以不用面對工作 或者是面對任何一個人 因此需要對自己負責 我只要專心的看守自己 就可以了 這是屬於我自己的時間 是我自己跟自己對話的時間 拜拜 等到健身房的行程結束 已經12點了 我就會趕快去洗澡吃午餐 午餐呢 就吃今天媽媽早上多買的燒餅跟春捲 一邊聽著新聞 一邊打手遊 一邊回訊息 下午1點到4點左右 我會進房間 先隨意的看看YouTube發燒影片 至少要關心一下大家有興趣的事情 大概瀏覽知道大家在看什麼之後 我就會繼續工作 今天的工作 是把影片上傳到電腦裡面 然後大概粗剪過一遍 大家每個星期在YouTube看到的影片 幾乎都是在這個時間完成的 只有這個時間 是我比較完整可以工作的時間 所以比較熟的人大概就知道 我下午時間 人常常是消失不見的 這個是要剩一夜班的情況 如果是休假 大概整天都掛在電腦前面 現在在傳新的影片 看來還要長很久 我先去躺一下好了 我想睡覺 因為有事情還沒完成 所以我通常想睡一下就會自己起床 這天躺了10分鐘 那大約下班到現在都還沒睡覺 通常在連續剪個1到2小時 也就是2點到3點之後 我就會開始覺得很累 中間精神沒辦法集中的時候 我就會起來走走 或者是就乾脆打開電動 念一念最近的朋友在時空的遊戲 或者是玩自己的小遊戲 說真的 我自己私下打牆很多欸 為什麼每次直播都繞賽 休息夠了就會繼續剪片 通常要這樣子一直輪回到4點半 我才會十分睡覺 這一睡 就連睡到媽媽排鬧鐘大喊 吃飯了 我才會起床 這個時間大概是每天的5點45到6點左右 這個就取決於媽媽今天煮飯的速度 我們一家人 通常也是這個時間才會聚在一起 那今天的菜色是蛤蜊湯 小餡菜 熱包蛋 跟蒜草送門廚 有夠好吃 然後每天一定要配著 拉比小鑫或者是烏龍派出所 如果有周星馳 那一定是必看 台詞都會背了 我跟弟弟吃飯的速度很快 像這樣子一餐 每天大約10到15分鐘 就可以全部吃光 吃完以後 我會躺在客廳繼續看電視 但是看到6點半 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只是因為剛剛那吉拉比小星還沒演完 想要把它看完 舒適之後就準備上班 哇 什麼意思啊 雨大到哭耶 現在差不多6點52分吧 通常都是差不多 只有五十分到七點之間就會出門準備上大雨板 其實不用這麼早 只是我習慣早點到 大家雨天要慢慢開車喔 這個雨很恐怖的 今天晚上的高速公路配上大雨 真的有一種旅行的快感 而且剛好避開追風時段開起來很舒服 所以我上班開車 通常會比下班開車比較快樂許多 一整路我會在車上飆高音 尤其幾次盡管的主播放到我喜歡的歌 我真的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面高潮 愛死了 到一間頂好車大約會在七點四時左右 我不會直接進一院 我會像這樣坐在車上的駕駛座 睡覺、打手遊、發呆、聊天、滑IG 不管做什麼都好 我喜歡這個獨處的時間 七點五十五分準時進醫院打卡上班 在八點前交班、換衣服 等同事走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我一個人大夜班的時間了 夜班比起白班 不需要做儀器的每日平保 也不需要做其他的前置作業 例行性的工作少了很多 業務量當然也會少一點 通常我自己上班會把工作環境都清潔過一遍 畢竟你不知道經過一整個白天 同事到底處理過哪些病人 然後就會看看各種備品的數量夠不夠 如果不夠 我就會在大夜班的時間把它補起來 讓明天白班的同事能夠使用 放射科是檢查單位 醫師開單才會有病人來檢查 沒病人的時間 就可以做一點其他的事情 像這個月剛好輪到我負責影像的QC 要看這個月所有的X光片 眼睛大概又要瞎了 有沒有什麼神級眼睛保養品可以找我業配啊? 啊沒有我開玩笑的 我也會趁大夜班的時間 處理放射室工會的事情 或是想想 下班後影片怎麼剪 影片怎麼拍 文案怎麼寫 草稿怎麼擬 只要不影響到工作 其實放射室的工作還蠻自由的 夜間門診到9點結束 但醫院的業務不會結束 急診24小時都開著 希望你們大家都平安 不要來急診好不好? 當然 我工作的主軸還是在幫病人檢查 只是檢查的部分 因為隱私就不給你們看了 但我可以讓你們體驗病人 躺在檢查窗上的視角 大概像這樣子 大概像這樣子 好啦這就是我的一天 你們先睡吧 我還有8小時才下班 再次到那班 那你暫ja這裡 因為什麼之前 可以做嗎 接著在禁止 你們就一個小小小的 我很想去 吃成小小小的 飲食